女神一脸邪魅地问我要不要去她家里玩 她还告诉我她家的猫会后空翻 可刚一进门女神直接将我扑倒在床上 口中还不停缓地出气 难道我要在这里奉献出自己的第一次吗 所以你们家的猫会后空翻吗 此刻一位少年正站在大学门口 幻想着自己今后的美好生活 一想到自己终于不用再网吧开临时卡上了 就情不自禁地摆起了套 可旁边的漂亮女生瞬间吸引了她的注意 吓得她连忙调整好站姿 或许是注意到了少年的中二行为 女孩在一旁偷笑出声 人资搭配上这一身漂亮的长裙 就好像童话里的公主一般 或许是察觉到了少年炽热的目光 女孩礼貌地问道 你好你是刚入学的新生吧 少年微微一愣回答道是 是的 原来女孩是少年的学姐 学姐不仅仍美心善 还特别乐于助人主动要带她去报道 随即学姐直接拉起了男孩的手 一脸开心地带着少年狂奔 少年脸上表现得十分激动 因为长这么大第一次拉女生的手 学姐的小手就好像布丁一样揉稳 片刻后一位打扮时尚的老师 向她索要资料 学姐见少年还未回过神来 在旁扫声提醒 少年听到学姐的声音 才缓过神来连忙答应 登记完资料 学姐偷偷告诉少年 一会带她去逛一下学校 少年此刻巴不得一直黏在学姐身边 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想 随后学姐带着她来到了吃饭的食堂 可以借书的图书馆 上课的教学楼 甚至是学姐经常去沐浴的女葬堂 直到太阳快落伤了 学姐才带着她来到男生宿舍楼下 少年以为要和学姐分开了 正想要感谢学姐 还发现此刻学姐神情好处 不停地吐着热气 闭脸邪恶地盯着学弟说道 我陪了你一整天了 难道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文言少年无奈地带着学姐 找到自己的寝室 学姐刚一进门 就四处张望表现得十分自如 原来男生的宿舍是这样的呀 但是你的室友好像都没到夜 反观少年这边表现得很紧张 开学第一天就带女生回寝室 真的没问题吗 此刻学姐慵懒地坐在男孩的床上 俏皮地问道 男孩可不可以帮他买瓶水 走了这么久的路有点渴 沉浸男孩体内的舔狗之魂 瞬间爆发了出来 立马答应到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此刻少年宛如伯尔特附体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楼下小麦夫 将柜台上的水直接全部清空 结账的时候还不停地幻想 难不成老子第一天开学就要脱单了 想到这里少年愈加兴奋 提起一大袋水就往宿舍 在路上还时刻提醒自己 要清醒一点清醒一点 几分钟后 少年满头大汗地带着水回到了宿舍 却惊奇地发现学姐居然在自己的床上睡着了 这精致的睡颜傲人的双风 还有细长的白丝 让少年看得呆滞在原地 片刻后缓缓接近想要叫醒学姐 没想到学姐此刻却突然伸手抓住她 少年还没注意到发生什么 床板猛烈地晃动了三米 晃泉水瓶还洒落一步 而学姐此刻居然一脸邪魅地压住少年 少年被学姐此举下的目瞪狗呆 心脏扑通扑通地不停跳动 难道今天我就要踏上大人的台阶了吗 此刻学姐的脸已经越来越靠近 少年紧紧闭上了双眼 既然不能反抗 那就好好享受生活吧 可过了许久却什么都没感受到 当她好奇地再次睁开双眼 惊奇地发现学姐正举着手机对着她 好像是在拍摄影片 见我睁开双眼学姐朝我吐了吐舌头说道 今日份推倒学弟大作战大成功 随即起身朝门口走去 临走前还不忘调戏学弟说到下次再一起直播 我的病交学姐是一个萌妹 但此刻的我居然当众吃她豆腐 昨天晚上我被她直播推倒后 今天居然又在军训的时候见到了她 因为学姐大一在军训的时候 大兵一场逃过了一年 但没想到的是学校居然一直都逃 想起学姐昨晚的模样 我不禁害羞了几个 随口一问你还在直播吗 没想到学姐插着腰一脸得意地告诉我 当然在播呀 但是我没看见学姐手上有手机呀 她能藏在呀 学姐对于我的这个问题一脸不屑 告诉我要知道女孩子身上 您藏东西的地方有很多 学姐用手拉住一领一道沟壑赫然 出现在我的眼睛 随后学姐将一领用力扯出一道口 里面居然藏着一部手机 此刻我因为学姐的一系列抛作弯下的腰 只因下半身的洪荒之力无处使用 与此同时学姐还在向我炫耀这条风 还是我自己做的 厉害吧 我不敢多想只是默默地捂着嘴 随后学姐又担心地说到毕竟还在军训 还是低调一点吧 说罢学姐就打算将手机员录放 可是我猛的一击 发现学姐居然让装有摄像头的一面对着自己 这样直接放回去后果简直无法想起 眼看着手机就要进入学姐的神秘领域 屏幕上的弹幕已经无法控制 我猛的伸手将手机摄像头死死的挡住 可没想到用力过猛居然将手按在了学姐的装缝之上 学姐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表情也从震惊转变为羞涩与憎 不久之后我捂得灵动的灵 而知真相的学姐尴尬地扣了扣下来 不停地向我表示着感谢 哎呀不好意思 学弟刚刚要不是你我号着吗 说完就掏出了一块巧克力给我一点歉意 我接过巧克力瞬间一点温暖的感觉 等等温温的 难道是放在那里的吗 学姐见我这句表情以为我又在胡思乱想 在我吃的时候又告诉我这零食不是放在胸口 不她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听到这话我猛地将巧克力吐了出来 等等如果不是胸口的话放哪里会温温的 就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身后一只大手猛地抓住了我命运的脑袋 原来是掉关键我没军训来搞我 直到黄昏时刻我都一直在想这东西 所以学姐到底是将巧克力放在哪里了 我的学姐是一个变态 此刻的她 趁我不注意 居然一脸陶醉地纹着我的贴身衬衣 惊艳的雨格外的大 我正在自助洗衣房洗衣服 忽然学姐浑身湿大大的走不进来 擦了擦脸颊上的雨水想请我帮个忙 说吧就直接将手机交给了我 我拿过手机看着满屏弹幕在刷 大大大 实在是太大了 确实与实在是太大了 看了看学姐衣服上的英文字母后 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随后我发现学姐的衣服是湿的 这么放着不管的话肯定会感冒的 我刚大的叫了一声学姐 随后将我的贴身衬衣地给了她 希望她能换上 学姐接过衣服放在鼻子上纹了纹 问我想不想看她换衣服 母胎单身的我哪里受得了这种刺激 急忙跑向门口准备等学姐换完了再进来 可刚一打开呢就看见了挂在树上的技术 我一脸无奈 只能回到洗衣房和学姐说明情况 可谁知道刚一转头就撞到学姐正在换衣服 过了一会 我和学姐正无聊地趴在桌上等雨停 期间学姐一直和我抱怨手机快要没电了 她还想直播 忽然间灯光一下就不亮了 原来是跳着 我看着遥不可及的电闸有些无奈 学姐见我磨磨叽叽地有些不闹烦 大喊一声走开看我了 只见学姐一个箭步踏上了洗衣机 用力一蹬直接飞向电闸 可是距离实在是太远了 眼看她的一只脚就要踩腾了 吓得我连忙双手托住她的脚丫 电闸被重新开启 房间再度充斥着光明 学姐双手插腰十分满意 可她好像没有发现我这么艰难地托着她的脚丫 我好心想要提醒一下学姐 头一台却发现了新的神秘大路 只听了一声 门外避雨的小猫被吓得浑身炸爆 你敢相信 此刻的我居然被一头奶油劫持了 真不愧是奶油 这温暖的气息圆润的触摸 仿佛进入了姐姐的怀岛 等等姐姐这头奶油居然是学姐 偷偷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点开评论区有惊喜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操场上居然有一头奶油在直播道里 原来这头奶油是我那魔人的学弟 不出意外的话它又在直播 可是观众人数却一直上不来 此刻有观众提出建议去整学弟玩 学姐闻言四所言 戴上头套就在操场上狂奔了起来 此刻的我正拿着我刚写的小说 忧心重重地站在文学部门口 可突如其来的一声站住着实下了文字 只见走廊的一端浓烟滚滚 随即就是一头酷似奶油的生物击齿而来 学姐一眼就锁定了我和旁边的空房间 只听东的一声 还会反应过来的我一把就被她拉入了房间 随着大门关闭保安大叔跑过去 奶油捂着我的嘴部让我发出声音 直到保安走远了才将我放开 就当我好奇这位奶油是谁的时候 奶油将头套摘下 而头套下的正是我的那位冰浆学姐 由于刚刚的高强度运供 学姐此刻已经是满头大汗 但是她够不着拉链只能让我帮忙 刚拉开拉链的一瞬间 雪白的后背一两名鱼 等等她不会里面什么都没穿 我拉开后才发现原来学姐里面穿的是背鞋 还没等我甩过来 学姐直接给我来了一个壁冻 不得不说这个角度的学姐 随即学姐立马霸气地说道你看了我的后面 从今往后你要陪我一起直播 听到这里我只能干大地看向别储 没底气地说我我不 还未等我说完只见学姐身上的奶油 服装全都脱落 我瑟瑟发抖地冰着学姐的小胖子 下一秒不知道学姐是害羞还是激动 只听见我们这间杂物房传来阵阵台下 我的学姐是个大美人 可此刻的她居然用如此方式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猴顶两颗千斤蛋的我被压得快喘不过气 由于场面太过刺激 还是没能忍住 最终喷射出来 老的学姐一身都是 对了偷偷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点开评论区也听起 下课林讲起 同学们都在讨论午饭是什么 只有我独自一人趴在课桌上 不是我不想去吃 而是前几天给学姐买水的时候 不小心把一个月的生活费全部花光了 就当我会贫穷而烦恼的时候 我的病雕学姐 提着满满一大袋子东西出现在我的眼前 还未等我出生 只见学姐熟练地将手机支架开 小好摄像头就直接开启了直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大卫王体站 听到学姐找我当吃播还是有点小高兴的 可在看向袋子里食物的一瞬间 我居然看到了死神在向你招手 我转头看向学姐说道 那个其实不必这么刻意 可学姐死死地按住了 保护什么都没有听见 随后学姐又开始向大家介绍食物了 碳化的红烧排骨 敷衍的蔬菜沙拉 纯天然蔬菜脂泡 只有鱼骨的鱼汤 当然重头戏还是学姐秘制的小汉补 学弟一定要吃完 听到此话我起身就想跑跑 可没想到学姐早就猜到了一把将我抓住 随后用一个极其微妙的角度将我死死固定 不得不说学姐真的好大 两颗千斤蛋压的我无法动态 反正被抓住了我索性破冠的破摔 任由学姐流利 可是由于学姐的食物实在是太美味了 学姐以为我噎住 拿出了她的天然蔬菜汁 可她不知道的是这堵蔬菜汁 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道法 我最终喷射了出来 就当我想对学姐表示歉意的时候 却见她跌坐在地上 身上被我喷得到处都是 不停地呸呸呸地吐出我喷出的东西 我本想学姐的纸巾拿给学姐 此刻突然有一名同学法卫教室 以一个奇怪的角度直勾勾地盯着我和学姐 说了一句打扰了后扬长而去 弹幕里也是满门的问号 你敢相信我的学姐居然是魔法少女 可就是这样的学姐 此刻竟然趴在我的怀里撒娇 由于学姐实在是太可爱 我不禁夹紧了双腿 学姐在我的双腿间不断叹了 只听一声鸡叫 我一脸享受地躺在床上 黄昏时分我独自一人走在楼梯上 不停地打个哈气 突然一只细白的手 出现在我的身后托了我一下 可奇怪的是我一回头却什么都没有 难不成是遇到鬼 学姐敲咪咪地从身后走来 只听哈的一声 我的脸直接从二次元被吓成三次元了 随后只听刷的一声脚下一滑 楼道里传来阵阵惨叫 我浑身是伤得和学姐来到医务室 但是校医老师好像不在 学姐一下子就来过 准备向我展示她高超的包扎技术 等等 我有些好奇地询问学姐 你今天为什么没直播 以前每次见到学姐你都在直播 这次不会又是你提前计划好的吧 学姐面对我的质问心虚地说不出话来 紧接着我向学姐索要手机 脸的她又开始直播我 学姐果然有问题 听到我要收她手机立领就急了 一直强调她没直播 可我太了解她了 回怼到骗谁呢 打扮得这么漂亮怎么可能不直播 学姐闻言将手机交给了我 随后就该给我上药了 涂满酒精的棉棒 只是轻轻地贴上我的伤口 我疼得直接来了一个剃腿运动 还好学姐反应快不然 估计此刻已经倒下了 学姐看着我夸张的表现有点无语 可没想到接下来的更夸张 学姐一个不注意脚下一滑 整个身子和酒精瓶一起朝我飞来 酒精瓶重重地砸在了我伤口 学姐则是安稳地落在我怀中 可由于实在是太疼了我不由的夹紧霜 学姐的头也被我给死死夹住 或许是学姐很喜欢这种姿势 只听一声鸡叫蛋壳碎了 我趴在床上开心地看着学姐 此刻学姐的手机传来提示 感谢只爱看小肉坑的小电视 听到小电视的学姐更加激动了 我向学姐询问什么是小电视 原来小电视就是直播平台一种价值很高的礼物 可是学姐的手机不是被我收起来了吗 为什么还有人送礼物呢 原来是学姐的高科技隐藏摄像发誓 可拿到手机的学姐瞬间变了脸 手机上赫然显示了直播间被封禁 毫不知情的我居然还想让学姐请客 殊不知下一秒一误事却成了人间恋恋 我的学姐是个爱穿黑丝的大美人 而此刻的她居然准备当众换衣服 只见裙脚的拉链被拉下 一双黑丝美腿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接踵而来的就是学姐的泥男戏 孤独的我此刻正站在女厕所门口思考着人生 想了许久最终下定了决心 只能上了 确定周围没有人后 只见我一个前滚弯 紧接着一个急转弯 随后安全着陆女厕所 只见刚刚被风吹进来的板门大钞 稳稳地倒在地上 就当我以为计划成功的时候 一只黑丝死死地踩住了我身处的那只手 朝着黑丝黄缓往上看去 学姐正用着看垃圾的眼神死死钉对 一脸不屑地说到偷窗女厕所长的爱了吗 学弟 随后我向学姐解释道 我这是钱掉进了女厕所 然后进来解钱而已 可学姐怎么会相信这么理睹的理由 就在此刻门外传来了脚故事 只见几个女生陆陆续续地走进去 由于刚刚太过激动 我居然拉着学姐跑到了一个折肩团 可是因为担担的专业客 又不敢出声 所以只能在手机上打字求学姐救救自己 学姐一脸无奈地看着我说到这种时候了 还想着专业客 突然学姐灵光一线看向身袍的假发 一脸期待地看着我说到女装吧 听到学姐让我女装我瞬间摊坐在里面 可这里为什么会有几发 学姐告诉我她刚刚本来就在这里换衣服 毕竟等等还有直播 什么直播 难道学姐想直播我女装 学姐见我不同意 就准备离开不管我 没办法了我只能拿起学姐的裙 可只要一想到这是学姐刚刚搓上去 我的内心就交道不安 很快以为女装大佬就此诞生了 学姐推着我直接就跑了出去 见我害羞地不行 学姐咧嘴一笑 随后只听怕的一声学姐拍得下我屁 一脸邪魅地和我说这是我们两个的秘密 你敢相信吗 我的学姐会用屁股说话 前一秒还在和小猫咪贴贴地温柔学姐 下一秒居然用屁股告诉了要不要和她一起休息 只要一想到这个我的想象棚就不由地生起 这天下午没什么课 我本想找间空教室自己看看书 可没想到一进教室就发现学姐坐在里面直播 见是学姐我二话没说直接关门跑路 可学姐必定还是学姐 很快我就被拎了回来 得知学姐此刻正在作演营社招星 学姐一脸期待地望着我说到学姐要不要 不要还未等学姐说完我就脱口而哭 我太了解学姐的小心思 学姐见我油盐不尽 直接将我壁咚在角落里 但学姐这个姿势 我还是能隐约能看到缝隙里的一点点形状 就在此刻一位同学拿着社团团单早送 见到我和学姐这种姿势 吓得急忙逃跑 好不容易来了一个社员最后却跑了 学姐将怒气都撒在我身上 嘴上还骂道 都痛得怪你 随后学姐就蹲在一边哭了起来 女孩单身的我哪里见过女孩哭 此刻正手足无措地在蹲在学姐身边 对了学姐不是想我加入演员兽吗 别难过了 我陪你一起 学姐文言画风突变 学姐立马拿出藏在口袋里的深情表让我 还让我留下一个纯音替代手 看着眼前笑容灿烂的学姐有顿体面 果然苦逼着我又被学姐给套路 很快就来到我和学姐演员的日子 学姐一如既往地开启了直播 而我在一旁考虑我们的晚饭 渴望着辽阔无人的草地 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变 向学姐问我 学姐 这里好像对我们两个人绿名 学姐文言一脸坏笑说道 不然呢 难道学弟在期待这些什么吗 瞬间我小脸通红学姐真讨厌每次都调戏我 可下一秒发风突变 只见一双凶狠的眼睛死死的冰着 难道是野兽 只听刷的一声 那野兽越过我朝学姐出去 我急忙大叫到学姐快跑 下一秒我却羞红了脸蛋 猛兽直接变成了猛动 不过学姐对我刚才表现得还不错 居然邀请我听她的帐篷一起休息 你敢相信 我那美烟动人的摆遍学姐 此刻居然坐在我的旁边退去这衣物 还扬言要和我大战三百回合 既然如此我的固人 直接将棍棍塞入学姐的堆 可没想到下一秒学姐居然把面包棍里吃掉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大咪大咪 此刻的学姐正在用PG告诉我早点休息 我瞬间羞红了脸 幻想着接下来和学姐的美好生活 可现实却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 原来刚刚学姐说的是回自己的帐篷休息 很快到了深夜 一个酷似野人的神秘飞椅正在缓缓地运进 她将我的被子掀开发现我并未待 就当野人疑惑的时候 我刚好上完厕所回来 发现这个不明生物被吓了一大跳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野人居然是学姐假扮 她本想直播下来 可没想到我居然刚好外出上厕所 就当我和学姐在为此争论的时候 突然偷听见 之前袭击学姐的那只猛 都受到了影响 居然将我的帐篷来 无奈的我只能来到学姐的帐篷 可谁曾想学姐居然一顶不闭回来 当着我的面就开始偷取衣物 嘴上还不停抱怨我没扎好帐篷 注意我看着外面还一脸好奇地问 学弟你在看什么呢 面对如此神经大调的学姐 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行 由于我的帐篷坏了晚上 只能和学姐一起睡 可学姐的睡相之差 就差点没伸进我嘴里 忍无可忍的我决定将学姐救激正常 很快学姐就给我补成了一点 看着睡得正香的学姐 心想终于可以好好休息 可谁曾想学姐居然又开始说梦话爆菜 用面包晒住她的腿 居然还被她给一口 没办法了我索性看着学姐睡 看着呼呼大睡的学姐 不禁敢踩帐篷里有别人居然还能睡得那么睡 心中不同的回响和学姐相遇以来的种种故事 很快天亮了 一个帐篷倒下 另一个帐篷又立了起来 你知道我的傲娇学姐到底有多大吗 大到你无法呼吸 甚至是大到你无法闪息 这天清晨学姐如往常一样开启了直播 映入眼帘的是她那标志性的大力 此刻的她正摊坐在教导主任的椅子上 只为了完成直播军观众的任务 提升自己的直播效果 与此同时一位60岁的妙龄少女 拎着学弟骂骂咧咧地闯了进来 学姐顿时大感 立刻就开始装模作样起来 这位学弟了 同学 是犯什么错误了 我看着教导主任位置上的学姐简直不敢相信 是什么人 我怎么没见过你 面对60岁少女的质疑 学姐一本正听的胡说八道 我是新来给教导主任担任助理的学生 一部书很正常 少女见我看向学姐的眼神有些奇怪 以为我们认识 我本以为瞒不住了想全盘拖出 学姐急了一下子就冲了过来 直接来了一个带球状态 顺便堵住我的肩 询问到社馆阿姨带我来的底 原来是昨晚和学弟在外面演员 学弟被抓到了 所以来找教导主任为储存 要是学弟被抓到了 自己就也跟着一起倒霉了吗 文言 学姐将阿姨打发走 并表示她会好好教育自己 并且给我储存 可们刚一关上 学姐居然就想让我跳窗逃跑 说是怕我连累她 可当初是谁带我去演员 就当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我发现阿姨还没有走 并且还在外面和人交流 难道是教导主任 可惜门是目的地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如今之际 只有透过门上的小玻璃 偷偷观察情况 没办法 我只能弯腰趴下 让学姐上我的身 只见学姐熟练地 脱下自己的小屏心 小巧玲珑的小脚 轻轻踩到我的背部 不得不说学姐的整身 很早和洗衣房那里 只见学姐更爱丽的动体感觉 又当快要看到外面情况的时候 门突然开了 学姐一个没注意 就将我死死地压在身下 虽然很痛苦 但也很快乐 但开门的人却不是教导主任 你敢相信 学姐居然当众咬我的耳朵 只因当当笑衣小姐姐 亲自为我生药 被她看到所以吃醋 学姐真的是太可爱了 学姐此刻正死死地压住 我不能够买 虽然很痛苦 但还是很快乐的 而站在我们面前的少女 居然是学姐的死对头 学生会复不得不幸 画面一转我和学姐 被罚站在走廊 身上还挂着两块牌 分别写着我和学姐的罪名 学姐的是违反校归 假扮行政人员违规直播 而我的是违反校归 业部归宿 学姐气不够猛烈地 击打着我的腰子肃气 非要和我平平 你到底是谁的错 千万不要和女孩子 讲道理无论对错 否则你就只有挨打 随后学姐告诉 我们共同的敌人 是学生会副主席度性 学弟你是我的人 我们可得同一战项 见我犹犹豫豫的 学姐狠狠地给了我一击 可是好巧不巧 由于身体猛烈地晃动 头脚的水土掉了下 刚好落在学姐的脚上 随后我又带着学姐 来到医务室 这次有两名医生在这 给我看病的刚好 是一位青春靓丽的大姐 看到大姐姐 用手抚摸我的伤口 学姐的脸颗 瞬间沉了下去 在大姐姐给我上药的时候 学姐还是死死地盯着我 她不知道的是 笑一此刻正捏着她的小指 突然棉签断了 我看向学姐 不知道她哪里疼 摊倒在床上 好像连灵魂都飞了 随后学姐一脸 囚图地看向 刚刚帮我治疗的小姐姐 殊不知这位小姐姐的力量 更胜一丑 随后医务室里 传来阵阵残教授 结束治疗已经是黄昏了 我向两位医生道谢后 就背着学姐的脸 夕阳的余光 撒下学姐 鼎鼎的娱威在我背后 气氛莫名地有些暧昧 我鼓足勇气向学姐调谈道 话说今天这么倒霉 还真不像学姐 学姐害羞地回到我 还不是因为你 随后轻轻地咬住 我的耳垂问道 你不是很怕痛吗 为什么那个姐姐 给你上药的时候 你不很疼呢 我逐渐停下了脚步 一脸认真的回答到 在外人面前不好 文言学姐一脸惊讶 随后开心地咧嘴大笑 在回宿舍的路上 我们细细打闹 在外人看上去 或许就像一对 普通的小青蜜蜜 你敢相信 身高九米的学姐 居然在只有 六十厘米高的 游泳池淋水 这天天刚亮 只见学姐一人 卖力地在泳池边刷地 我将学姐所交代的东西 递给她 学姐文言绿码事业 也别说话 随后她只散 泳池的另一侧 学生会附会长 顾心正坐在泳池边 监视着我 随后学姐也上厕所 微游转 也推到了神秘小脚 刚刚不太方便 所以货 带来了吗 我一脸严肃地回答 都是按你的消息来的 绝对够正 还未等我说完 只见学姐 直接将上衣脱下 堂起我带的 水枪大喊一声 接下来就是 报仇的时刻 直播就交给学弟了 随后一溜烟的就跑了 画面来到泳池边 学姐拿着我带来的活 朝着渡星 就是一顿喷水 我不禁胆派 啥水枪文客 这么大水量 可是此刻的泳池 对面早已空无一人 就当学姐好奇 附会长去哪的时候 一把水枪 此刻正对准了 她的脑面 附会长在学姐身后 威胁道 可附会长冷冷地 看向我说道 女孩子见的是 男孩少叉子 可没想到学姐 这个老六 就在附会长 和我说话的空隙 抓住机会 直接带着附会长 一起飞入泳池 可谁能想到 学姐居然在只有 60厘米高的潜水区域上 附会长一把 将学姐拔起 随后脸蛋逐渐靠近学姐 就当学姐一脸 期待地以为 附会长要做些什么的时候 一股强大的水流 直接喷射在学姐的脸上 由于刚刚学姐 和附会的操作 此刻的直播间 已经封掉了 看着学姐开心的样子 我的嘴角不均微微盛扬 忽然学姐的 粉色小书包掉下了 一本话剧 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的学姐 是个爱穿黑丝的大美人 但此刻的 她居然被别的男人 拥入怀中 眼看学姐的嘴唇 就要被别的男人夺走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 只是一味地靠近她们 忽然惊醒的 我却发现 这是一场梦 今夜的月亮格外的圆 床头的那本 罗密欧与朱丽叶 已经被翻得有些残疚了 我这是第一次 如此期盼着明天的到来 只为了能看到 心中的那一缕阳光 第二天一早 学姐如往常一样 在忙活她的直播大夜 可她没注意到的是 角落的我正在偷偷观察 是的 可能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我这次居然主动来找学姐 或许是太在意昨晚的梦了 连学姐绕到我身后都没发现 由于惊吓过度 昨晚枕边的书都下掉了 学姐见掉在地下的书 好奇地问 这是学弟你的 只见学姐将书拿起 疑惑地问道 罗密欧与朱丽叶 学弟你难道 完蛋了难道暴露了 我慌张地解释道 这只是自己看着完蛋 和学姐没有关系 可乃至学姐压根 就没往那方面想 以为我是来帮她排练的 虽然话剧是什么 我不是很明白 但是看着学姐 充满期待的眼神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 可下一秒话风突变 学姐一脸嫌弃地 望着阿巴阿巴的我 急忙喊停 并表示我这样说台词 她找不到感觉 招手叫我去她身边 下一秒一股强大的力量 将我吸走 眨眼睛学姐 已经将我拥入怀中 直接给我来了个吸纸 我不由得瞪大了双眼 学姐那模糊的脸 旁在我的面前若隐若现 学姐的手指在我周身划过 孩子里不停地 对我诉说着爱你 直到她用那娇小的双手 拖住我的脸颊的那一刻 我好像真的沉沦了 学姐见我许久 不动一下子向我弹起 回过神来的 我发现太阳 已经被学姐遮住了大半 随后学姐就赶忙 可突然出现的小依子 却吵着让你还她姐姐 否则就让你 尝尝萌昧的力量 这天学校里 贴满了话剧表演的海报 我的同学还在讨论 会有大二的学姐参与 可是我却一点也提不起经验 一想到学姐 要和别的男人拍文戏 我的心情就愈发沉重 一把熟悉的匕首 出现在我面前 看着好像是学姐 之前表演的那样 突然一只神秘的小手头后 将我的匕首直接打定 这操作差点将我的区心 直接带走 就当我准备出声训斥的时候 发现此人居然是副会长大人 看他喘着气的样子 貌似是跑过来的 下一秒我就被副会长 拉到更衣室 开始化起庄了 原来是之前的演员 由于不可描述的原因消失了 而我和学姐之前排练了 所以现在需要我顶替什么 可是我还未等我说完 就被副会长一把推上舞台 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 登上了这个闪亮的舞台 面对众人的淘杂议论 我不仅没有气馁 反而还有点小的东西 忽然舞台的巨灯光亮起 一等熟悉的身影出 只见我的朱丽叶学姐 往返地向我伸出了 此刻的我脑也一天痛苦 只知道如果不接住这只手 我一定会后悔一倍 可我刚一伸手学姐 直接用力一拉 下一秒我直接倒在了学姐的怀疑 可能是由于这种怀疾 台下的观众顿时尽叫连累 可是为什么演到最后倒下的人是我 偷偷骗了一眼 表演一爆疼的学姐 一只匕首刨我快逃回 诸于本能反映 我直接来了的空手接白 见我不按剧本来 学姐一时间不知 台下的观众也是一脸一破的表情 看着眼前放动的道具已可 我的大脑此刻在飞速地运转 没办法了 我起身直接给了学姐一个公主抱 然后一通胡扯 苏丽叶 你对我强烈的爱唤醒了我的求生命 殊不知在我怀里的学姐 已经被我迷得小路乱撞了 眼看我就要亲上去 一声大叫打断了这一情 只见一位酷似学姐的少女 赫然出现在我台中间 我的学姐是一个爱穿围裙的贤气良母 这天天刚亮 此刻的学姐正睡得昏昏沉沉 缓缓睁开双眼 抬头一看 一位酷似学姐的妹子正骑在她的身上 将嘴轻轻靠在学姐的耳边 姐姐该起床哦 因为学姐昨晚和学弟运动过度 只睡了两个半小时 所以情绪异常激动 于是一把将妹妹压在身下 可被压着的妹妹却一脸醒受的样子 随后学姐质问道 你大早上进我房边干什么 妹妹一脸无辜的解释 是因为看到姐姐今天日历盛做了记号 怕你睡过头了才来教训你 学姐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眼前的细精妹妹 可当妹妹问到姐姐 是不是要和学弟君去约会的时候 学姐瞪大了双眼 表示道你还没吃早饭吧 我给你做 画面一转来到厨房 身穿少妇小围裙的学姐 正思考着要做什么美食 才能甩开妹妹去和学弟约会 打开冰箱朝里看去 一只大根赫然出现在眼前 学姐拿起大根细细端下 我记得好像妹妹是不吃萝卜的 下一秒学姐的眼神逐渐阴沉 妹妹一脸期待的在等待着美食 鱼啪的一声 一晚飘散着黑气的大根萝卜汤 被端上了摊桌 学姐一脸自信的表示 这是姐姐用新炖的萝卜 妹啊 你可一定要吃完 妹妹看着姐姐为自己做的爱心早餐 不争气的流下了泪水 准备开始细细品尝 可没想到刚吃一口 就和嘴里吐出了糖 吃完大根的妹妹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势 扑通一下倒在了学姐的怀抱中 在那一刻她仿佛看到了 天使在朝自己招手 可狡猾的学姐一眼 就看穿了妹妹试在演戏 但马上和学弟约会的时间就要到了 没办法 只能用最终手段 只见学姐抛出一股麻绳大叫的 这不住了 我的妹啊 妹妹看姐姐这样不由地惊 眼里都开始冒起了爱心 可与此同时妈妈却回来了 妹妹此刻正一脸幸福的 被学姐捂花大碗 嘴里还被塞了颗大萝卜 伴随着阵阵吵闹声 学姐急忙跨上背包就出了门 接通电话后学弟的声音传来 学姐你到了吗 学姐居然想将她的第一次交给你 第一次穿汉服的学姐 由于没有经验 竟然请求我帮忙系腰带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这里禁止瑟瑟哦 学弟早早就到达了冤枯地 等待学姐的到来 这也是学弟的第一次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学弟 只见身着汉服的学姐出现在我眼前 不得不说这样娇羞的学姐 还是第一次见 实在是太可爱了 学弟害羞地捂着自己的嘴 不过学弟你怎么穿的是长服啊 一会走在一起 不会很难干了 说完学姐就直接将 早已准备好的头套给我套上 并告诉我这样很好看 见学姐一脸开心的样子 我也没多说什么就直接登上 过了一会 两人来到一个射箭的摊 学弟的老虎头套似乎格外的行 相对之下学姐搭工的样子 实在是太帅了 学姐貌似在瞄准那个长颈鹿 是喜欢那个玩偶吗 要是我能射中的话 岂不是黑黑黑 可随后伴随着一阵强风吹鼓 只听哭的一声长颈鹿被直接射爆 周围的人都围了下来 学姐的手都冒烟了 学姐看学弟一直盯着他问 学弟 你也想试试吗 学弟尴尬的笑了笑随后 回答 没没没有 我只是随便看了 可学姐居然强行要手把手 叫学弟射击 手放松 别紧张 看好目标 对准位置 然后 射 那一瞬间学弟的灵魂 保护得到了生活 学弟射出去的那支箭 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完美提线 听到学姐的嘲笑声 学弟骄傲的低下了喷头 不就是虎头 可突如其来的另一支箭 只见学姐的死对头 学生会副会长作心 一脸不屑地说了句抱歉 很显然这是在向学姐示威 是可忍熟不可忍 就当学弟以为学姐 要为了他报仇的时候 学姐直接拔出了 射在学弟脑袋上的箭 毕恭毕敬地交给了副会长 只留学弟一脸 倒在了血泊之中 过了一会学弟 向学姐问你 所以 你刚刚为什么 对副会长那个态度呢 学姐一想到自己 因为上课和副会长打赌说 精致的小脸都变得扭曲了 狠狠地咬了一口 昆肉肠告诉学弟 他们从小就认识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鄙视一句 所以谁说了谁 就得听对方 原来学姐和副会长 都认识这么多 学弟看着眼前 一脸开心的学弟 默默许下了一个愿望 希望我也能 你敢相信吗 上一秒还在口口声声 叫我主人的女服学姐 下一秒居然摇身一变 横回了练习师场 两年半的篮球练习生 这天下午 我和小姨子早早地 就来到了篮球场 突然地面上扬起 阵阵的烟 只见学姐 直接一人带三球 压迫感十足地 出现在我们面前 本以为小姨子 被学姐这种威压 给震慑住 可没想到 这货居然看得脸都红了 果然是个解控 随即学姐将手机 随手一水 让小姨子帮忙直播 随后一脸自信地 看向我说道 来吧 学弟 让你坚持下 我练习两年半的手机 过了一会 直播间不断有人刷着你 而我却一脸沉重的防守 你问我是不是 输给学姐太多次了 当然不是 其实学姐到现在 一球也没有几 所谓的球技 也只是对着篮板猛大 因为怎么都投不进 学姐此刻 已经是气急败坏 可随后小姨子的话 正是雪上加霜 姐姐 弹幕都说 你打铁的样子特别帅 看着伤痕累累的篮球 我按下决心 一定不能惹学姐生气 忽然学姐一脸 严重地抓住我的肩膀 虽然好痛什么都没说 但其实什么都说了 学姐是想让我 叫她打篮球 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学姐射箭很准 外加自身强大的身体素质 只要学习一下 姿势什么的 就能很快上升 说吧 我开始了对学姐的贴身教训 我慢慢地控制着 学姐的身体 摆出我满意的姿势 可突然出现的小姨姐 一脚将我给报告 打篮球 替我姐姐这么定做什么 而且这不是我说的 直播间里的观众 都在这么说 给我保持距离 很快在我的贴身教导下 学姐已经练得有没有人了 不过话说 学姐的腿是真地板 直接展示 只见我运球至篮前 随后单脚挑起单手一炮 球尽后再摆一个帅气的包 这不就是普通的三度上篮吗 学姐似乎对我的必杀技艺很大 低头沉思了片刻 突然它好像顿我 经过短暂的交流后 学姐持球向我冲来 以我为踏板 直接起飞准备来个空中大罐来 眼看就要到篮筐的时候 小姨子居然一脸猥琐地冒了出来 不得不说相机里的学姐 实在是太大了 似乎是发现了小姨子的目的 学姐直接暂停了扣来 将小姨子一顿抱走 只留下我一人一脸凝重地 看着卡在篮筐边的篮球 我的学姐是个胸怀大致的萌妹 但此刻的她 居然被我死死地压在了身下 画面来到眼影之间 小姨激动地拍着桌子 大声地自问 也见你又要和这个野男人去演员 学姐一脸忽忍地红了 是啊 毕竟我们是眼影社 一想到一晚上都见不到警察 小姨子当时开始撒泼打混起来 但遗憾的是 这次野营活动可能开展不起来 但是为什么小姨子要这么盯着我 感觉压力好大呀 由于经费有限 只能做到这条脸能做的小姨子 两个人做的话 姐姐一定是会和我做吧 小姨子一脸膝带地忘了学姐 在经过短暂的沉默后 学姐直接竖起了大目指 当然了 肯定要和我可爱的妹妹一起做 不过在那之前 姐姐先和学弟试试这条案不安全 说吧只见学姐直接腾高 水面被激起层平水滑 学姐全身上下都被打湿 但是脚还没拿呢 随后我询问小姨子能不能 还未等我说完 我就感受到轻薄 接着就是一顶飞篮 由于此刻我不在地面上 所以一个没站稳 就直接将学姐孤导在身上 对我压着的学姐也是小脸 小姨子见我又站她腿子成一肿 冲上来看我胜脑 可突如其来的学生会副会长 不拉脱 水边打到威胁 只是这氛围莫能的有些奇怪 学姐见识副会长迷意死大 我们每次都能碰到 是不是在跟踪 在经过一阵短暂的执远 副会长一脸颜色的保湿率过 她绝对得跟踪我 当即学姐就决出了紧 可她孤孤貌似好踏踏的样子 难道说 难道说终于找到了 副会长的弱点 第一次合逼我大的学姐 独自在野外过夜市中的体验 随着学姐的不断靠近 她居然开始用不对劲的眼神盯着我 难不成我今天就要踏上大人的台阶了 下一秒学姐一本就将我扑倒 就当我在探索知识的海洋时 学姐一声闻响 学姐闪亮登场 学弟 之前划船是不是不够刺激 学姐带你继续玩个大的 突然学姐好像注意到了 攀导在桌子上的我 对啊 这周你们要考试 为了表示对我的歉意 学姐准备亲自为我辅导功课 可没教多久就开始不耐烦起来 她在桌子上 不同的给我散布着负能量 大学挂科很正常啊 大不了不考回来呢 突然学姐向我许诺 只要我和她一起去 就答应我任何事情 那岂不是可以 一想到这里 我的脸莫名的红了起来 随即我直接起身 朝学姐摆了个大拇指 学姐我们 学姐看着这样的 我不由得夸赞起来 学弟你摆烂的样子真帅 可还没高兴多久 就被眼睛很大的 保安大叔给逮到 大叔向学姐解释了 这周是考试周 所以大一学生 是不能出校门了 可令人意外的是 学姐居然欣然接受了 突然有一种不好的 预感涌上行 在我们离开后 保安大叔准备喝口水 突然两片小树叶 从窗下飘骨 大叔用力一提 学姐就像只小肚子一样 又被逮住 可学姐非但没有气馁 反而越战越野 发誓要将我带出去 此刻学生会 副部长渡新正宁面前 有了 只见学姐单手 拿着小领子的私人照片 开心地向副会长打了招 经过一封公平公正的交易后 学姐终于交换来了假条 请假 出去玩 这里有能信吗 保安大叔 见有学生会的印章 也不在此 终于在经历9981那后 我和学姐达成 黄昏过关的成就 待我出了校门后 学姐不免松了口气 准备询问我去哪里玩 但此刻的 我已经累得瘫倒在座位上 看了一眼我手中的数学术 学姐只是默默地 往我身边靠了靠